繁茂挺拔的森林 都曾是历经风雨的幼苗 安利也一样 理查汉节第一次举办创业说明会时 上百个座位只坐了八个来放话的人 我们已经是这个区域的直销商了 只是想看小矛头怎么抢生意 不过超雷的开始并没有交习创业热情 第二年理查汉节又举行大型说明会 这次更惊人 容纳两百人的场地只坐了两个人 理查汉节几乎动摇了 我们该放弃吗 然而在必须取舍的关头 他们发现推广一份值得经营的事业 是两人不愿意放弃的信念 凭着这份信念 他们克服无数挑战 成为全球直销业的领航者 信念无惧风雨越挫越强 自行与领航者 对于这里的信念 是两个人 对于这里的信念